波斯猫饲养须知 一提到波斯猫 大家老还迷想到的都是优雅高贵 作为曾经的贵族猫 它们适应室内生活 需要主人精心饲养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饲养波斯猫前需要知道的事吧 一毛发 波斯猫属于长毛猫 美丽的毛发当然需要定时清理 这样不仅能保证美观 还能减少寄生虫的滋生 避免皮肤病的侵扰 二 泪痕 波斯猫面部结构跟其他猫种不太一样 泪线较短 当它看到食物或打哈欠时 很容易流泪 需要经常清理 以免在眼周围流下泪痕 三 耳朵 波斯猫耳朵的清洁也很重要 当眼泪较平常多时 就要翻下猫的耳朵 看看耳朵是否也需要清洁了 记得定时清理波斯猫的耳朵 避免耳满滋生 四 喂食 波斯猫洗温热的食物 要避免过凉刺激的食物摄入 并且小猫的消化能力有限 可以将猫粮用开水烫至松软再给它们食用 五 避暑 由于波斯猫背毛又厚又长 在炎炎的夏日十分容易中暑 所以在夏天要注意 饲养波斯猫的室内温度不要过高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